9分最新消息马上来看到是 统一集团创办人高清院将报纸交出之后 全面的是由罗志仙接班 那么这一回呢 罗志仙接手之后首次的公开露面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陈宇珊为大家报道 好主播统一集团前董事长高清院 正式交班交接给了吕迅罗志仙之后呢 今天是董事长罗志仙第一次在集团的公开露面 他还提到了加薪幅度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我们公司的加薪跟真才每一年都有在进行 那不管景气的好坏 那都有一个自私的一个标准 所以每一年储备干部也好 线上干部也好 集成员工也好 其实集团里面各企业 他都是照表操客 那调薪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也都是按照物价指数 在每一年固定的期间里面去做一个调整 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有3到5% 可以听到罗志仙说 今年加薪幅度至少3到5%起跳 而且这一次呢 也会真才上百到上千人不等 不过面对对手全联来势汹汹 甚至请出了统一超商前总经理徐重仁来掌舵 他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说相当欢迎物流业的相关人才来投入这个行业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消息 将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谢谢以上的连线 报道稍后有更完整内容提供给您